Budgetting Variants and Remedial Actions 我們這裏主要想和大家說的是 我們做完這個Budget之後 會去看看有個例子 你做完這個Budget之後 這個就是Budget的數目 Budget有Revenue 有Sales -Cost of GDP 另外加上 Other Expense 有NP 做完這個Budget之後 有一個Actual Result 然後把Variant 我們都說過 把Actual去減回Budget 所以你看看 Variant現在是3600-3000 那就會得出600 而這個數目 Sales來說 如果是正數的話 那就是屬於Favorable的Variant 3 而反過來 例如Practice Sales 你預期有7000 剩下6000 那就少了1000 那這個就是Unfavorable 那 那 主要看Cost Cost 原先預期4000 現在4000 即高了500 所以你都是Unfavorable 那你看看有沒有Favorable的 其實譬如Variant Variant 原先預期就是1000 已經花了 800 就行了 有200元的Variant 所以這個是Favorable 所以呢 我們說看Favorable Variant 和Unfavorable Variant 主要的取消的因素 其實是對 你出來的數目 一定是actual減到Budget 那就看正數 還是負數 那正數負數 不是最大的關係 而是說 究竟你出到這個數目 對於你那個 Item Expense 大了 和小了 對於 公司的Profit 會不會有所影響呢 是會賺多了 還是賺少了 賺多了就會是Favorable Variant 賺少了就會是Unfavorable Variant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講 Variant 看的方法 或者是Favorable 和Unfavorable 那 之前的版本 看看吧 那你會見到呢 它就是講回 我們說 那個 Budgeting Variant 你會見到呢 它就 有不同的Items 譬如說 Revenue 即是Sales 然後Cost Foods 之後還有 Expense OK 下一版呢 我們會見到 Cost of Budgeting Variant 那有些什麼呢 其實之前的版本 大家都看過一下 看看 你看到差不多 大同小異 那麼Sales Variant 你的Sales 和你原先的東西 出入 Material Variant 其實 假設你 做Production 的時候 你會買一些原材料 回來 那究竟 和你的 實際數字 有沒有出入呢 Labor Variant 就是給工資 人工 然後 Operated Expense Variant 就是 究竟 那些 Expense 和你的 預期有沒有相差呢 那我們逐個逐個去看一看 先說 Sales 這個 這個是唯一一個 收入的Variant Sales Variant Sales 我們主要 你會見到 有三個大項 我會和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Selling Price 那你想一下 如果 Selling Price 你可以是 比起你 那其他東西 就是Variant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有Variant 其實是 將個 嗯 假設 通常 我們都會有一個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你要寫下 就是一個 Unexpected 的 我可以 再說 就是 Fariant 的 changes 可以 做成 的 真的 NER 呢 只能分析 因為呢 如果你預期了的話 應該已經放在預算裡面了 那為什麼會有Variant? 其實通常是一些 unexpected的事情發生了 未能夠預見的 所以才會有Variant的出現 這個我想大家在寫的時候要留意的 那譬如 Unexpected Change in Selling Price 有什麼可能呢? 譬如你的對手就有一些減價的行動 於是你自己又再跟著你的對手做一些follow up 於是可能就會令到Selling Price 比起你的預期是為之低了 所以你的Sales Reviance就會出現一個不適合的Sales Reviance OK?行不行? 所以很多種不同的情況 那真的要看回 我這個在影片裡面都不能夠所有東西都說了 那真的要靠你自己那個自己思考 那但是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可能是跟那個... I'm sorry 可能是跟這個Comparative Action有關 那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Sales Volume Sales Volume就是一個銷售額 譬如 可能你有一個銷售額突然間 可能是升了很多的 那有沒有可能 譬如有一些 One Off的... One Off就是一次性 我們說的 那這個Massive Promotion 那可能這些Case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 銷售額就會抵增了很多 那又或者可能是... 外面的一些外在因素影響 譬如... 可能某有一期突然間... 我講一句... 不要聽一些... 很久之前... 呃... 流感喔 於是對某些一個中藥呢 它的需求突然間大了很多 那都是一些One Off的一些Event 導致你的Sales Warrior 會比起... 你那個Budget那個... 就是Budget那個數目 有一個突然間很大的change 那樣啦... Product Mix Product Mix就是你的產品組合 通常很多時候我們賣東西 都不是單一產品的 那... Product Mix呢 就是產品組合 那就是會不會有一種貨物 突然間... 那個組合不一定做得那麼好啊 或者什麼導致你的Sales... 那個總數呢 有些不同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呢... 如果對比回呢 我們說這裡有... 四個的Item 其實... 在頭一個或者兩... 頭三個呢 你會見到都是... 其實都是呢 我們有一個的Pattern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出來了的 就是... 其實呢 都是一個錢啦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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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上下面都是會有相似的情況 譬如... 可能說... 你的Material Price 就是錢啦 就是Per Unit 那... 都會是會做到這兩大方面呢 去一些改變 而去有一些改變 那... 那... 第二個可能你會見到就是這個的... 那個... Material的... Mariance 我們說 那... Material Marians 就是 Material Price 或者 Material Usage 那... 那... 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例子可能說 近來我們就說一些 One-layer 我們說呢 其實它是有一些豆殼的種子 那如果某個地方的出產那個地方失收 導致到材料價格突然間就上升了很多 於是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不適合的價格出現 那這些都是跟一些可能是跟那個 供應的供應有關 即是more material的供應 那如果你突然間的供應是下跌了很厲害的話 那你的材料價格就會升得很厲害 那反過來 如果它的供應是突然間多了很多的話 那你的材料價格就會下跌了 那Usage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貨物是有些關係的 即是究竟你的控制貨物是不是做得好 即是說 會不會你的機器啊 或者員工突然間用多了很多原材料啊 那諸如此類 那你浪費的情況比較嚴重了呢 或者機器老化導致到用多了那些原材料呢 那都可以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所以 原因呢 其實真的 depends on 你怎麼寫的 但是那個佈局或者那個架構呢 一定是跟錢啦 還有它的用量有關的 或者是銷售量 OK 即是一個是錢 一個是量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Labor Variance Labor Variance都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跟錢啦 除了這個比如股票會不會有能量有鈾行的 那會不會是一些,我們都是說,一次性的 一些Overtime的OT,又或者要趕馬一些的project 於是你要導致當前突然間那個Wages Rate就要加到很高 或者可能你是做記盤的,那你的工程進度不行 於是你要追回那個進度,你要按下 schedule 可能就要加你的Wages Rate吸引一些人 那第二就是Labor Efficiency,即是你的輸出量 Labor Efficiency如果是低的話,那可能就會導致你那個 那個數目就要用多一點,那才可以 即公時就會長了,那變成你就可能會 會需要那個Labor Quote就會被人高了 那所以這個就看一下有沒有一些,舉個例子 譬如說可能是有一個Strike的 即是有人依罷工喔,那你的Efficiency一定低啦 那所以呢你就會,要看回情況吧,都是那個Case 不是一些行常會發生的Occasional 我們才是Unexpected Change的 那最後就是Operating Expense 即是Office裡面會有的情況發生的 也就是跟Office有關的行政費 或者,嗯,對啦 那麼,而Selling Expense有跟Promotion那些有關,我們說 那這兩個呢都會是牽涉到一些,嗯,不同的範疇 那所以就看一下你們怎樣寫 譬如,Emilance Rate Expense比較常見的例子 可能就是那個... Rent Level啦,是不是 突然間那個Rent Level會不會突然升得很厲害呢 那Selling Expense很明顯就是跟那個... Advertising啦,我們說 或者會不會跟... 你那些Sales的... Commission有關呢 那這個呢,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所以呢,我們說有不同的例子 也有不同的情況 那但是,最要緊要記得呢 我們其實都是跟錢和量有關 那無論你是在Sales也好 在Material也好 在Labor還是Operated Expense 其實都可以用回這個大原則來看 還有,第二件事記得就是一些 Unexpected的Change OK,行不行 那我們講完那個Course之後呢 那在接下來呢,就會跟大家去講回 究竟那個... 怎樣補救這些措施,行不行 謝謝